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扣篮大赛预赛前 场边工作人员竟然扭打在了一起 当时 孙欣正准备进行第二个扣篮 在做预热动作的时候 现场镜头切换到了场边工作人员 没想到的是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员正在互加其中有一个人去劝架 也于事无补 随即 镜头也切换走了此事引起了王某的热议 网友一方面吐槽本届参赛选手的水平太刺好敷衍的扣篮 这扣篮还不如我了 就这对得起五万哦 今年这么差 菜鸡这是来搞笑的吗 一方面吐槽打架事件打架解说一下 后面打架应该比扣篮好看 扣篮大赛还没有打架有观赏性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应该打架吧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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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